其实理论上它是蓝列都锁了 这个蓝也锁了,列也锁了 不管它向下或向右 这个位置,这个储存格绝对不会变 但实际上,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只要锁列就好了 什么叫锁列? 就是只要把列号锁住,蓝号不用锁了 为什么?因为向下填满是列号增加 向右填满是蓝号增加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就会知道蓝列的锁定 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后面的大型试算表 如果说你锁的位置是对的话 那你向右向下一次就可以做完 但是如果你锁的不对 你可能要做很多次,甚至结果会有错误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把11列给锁起来 11列,锁11就好了 不过当然你如果蓝列都锁,其实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 不过一般习惯是通通把它锁起来,把它向下点满 但是这个方法可能稍微锁碎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再快一点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 乘积之总额 那这个意思当然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第一个array,array就是一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那这样一选完之后,再把这一个第11列的部分 把它按F4圈起来 那其实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个范围 乘上这个范围,帮我把它相乘之后的结果 放在储存格里面 OK,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那再把小数点拿掉好了 OK,那向下填满 结果当然也会是一样的 OK 那待会的话,各位可以试试看 也许你希望更快一些些的话 我们前面也讲过 如果我今天希望一键完成 假设说我今天在旁边希望做个按钮 也是像前面讲过的 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帮我把这边的结果 相乘的结果一样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结果直接输出到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并且一个一个的全部都把它做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也许你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 这个也许是成绩的计算 一个就是清除 那这个也有点复习 怎么做 OK,那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关先做出来 来,外面先黄底一下